这是我们店收到的第一条差评 宣传的很好的 奔着巨型那条来的 到了货间上放了三个空箱子 这也能给差评 怎么办 你自己看 怎么办 我们货也不多 就是这一瓶我们也得花它长下去 我都想梦想了 就因为有一款产品没有买到 它就给我一个差评 你说又不是服务不好 或者质量不好 那我都认了 我就不信就区区一个辣条 我还能搞不到货 咱们卖的最好 那个大辣片真的没了 咱们这个大辣片是经常断货吗 卖的太快了 常商那边不是有很多货吗 怎么没有给我们供货 卖空了 我们这里也缺货的很 卖完这批货 我们也没得货卖了 那条补都补不赢 天天被投诉 你看看门口那边 跑得要两到三个小时以上了 这个时候我才确实感受到 大家是真心很喜欢咱们这个大辣片 所有经典的顾客几乎人手一份 快点走 最好小朋友 全国的名字到长沙 卖的我都没货了 哇哟 太夸张了 最让我觉得你不是买个辣条 甚至还有黄牛代购 这辣片多少钱啊 超时 这货这里直播 没有直播 视频录像 这里又有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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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因为缺货 大家想买买不到 才让这些黄牛有可乘之金 那总之在长沙这里想买辣条 也是要么排两个小时对 要么在门口加价10块 那进去了有可能还会买不到 因为进去可能卖空了 那关键是我们直接去找厂家 多做一点不就好了吗 老板 你那个大辣片还能再多做一点不 我们也很想啊 但是现在也很犹豫 所以投一条辣条生长线的话 也需要很多钱 能自动化要30到50万万 卖一千辣条也就挣3到5块钱 万一投下去这个市场行情不好的话 这个机器设备也没有用了 工人又要失业了 所以还是不敢盲目过张啊 这些都算是30万了 这里还有空位 这边还可以摆 百人多的 还可以摆计的 如果小杨哥有信息一起来搞的话 我相信还是有很大机会的 是吧 是 这是我从黄牛那里买的两款大辣片 这是我在网上买回来的一款大辣片 哇 你看看这质量 甚至还有点漏油 还有这款你看 它竟然用这个黄色的外包装 就是想让你从外表看上去 这个颜色更艳丽 拿出来之后就比较一般了 不干也不退 所以现在不仅黄牛泛滥 这些小桌房小工厂生产的蜡片 质量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统一的皮质 你们看这款甚至还是贴的牌 虽然我很看好这个机会 但我也确实不能一一鼓行 因为它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我还是需要跟我的合伙人 好好商量一下 做产品非常酷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它又比我们现在开店更难 风险更高 因为它会占用我们大量的现金流 搞不好我们可能就破产了 这样吧 我们研究一下 跟往常一样 我们在做重大决定之前 我们先睡一觉 再好好想一想 明天早上醒来 如果我们还是要坚持去做 那我们就去做 我想好了 王总 太客气了 还亲自来接 应该的 欢迎小龙哥为您我私指导工作 你小龙哥 过来告诉我 你不带我说 哈哈哈哈 所以小翔哥要在这里 重大宣布 我们包销了 一个厂房 一个车间 一条生产线 我要做辣椒